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UCOS的第二节课 前后台系统和多瑞物系统 好 那在讲解这个前后台系统和多瑞物系统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弄清楚这两个系统的概念 就什么叫前后台系统 什么叫多瑞物系统 以及这两个系统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 好 那今天呢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 第一个概念 前后台系统 什么是前后台系统呢 前后台系统呢 就像我写的这样的一个形式 这就是一个前后台系统 学过单片机 或者说学过考TAS M系列逻辑开发的同学呢 可能对这样的一个系统比较熟悉 好 那这个系统呢 首先是我们的may函数 像这个样子一样 好 首先呢 是我们这样的一个may函数 yatemay 在may函数中呢 我们首先来初始化各种各样的外设 比如说首先初始化我们的LED灯 初始化我们的按键 初始化我们的串口 好 等等啊 初始化一些其他东西 当这些东西初始化完了以后呢 我们进入一个wire循环 wire1这样的一个死循环 进入这个循环以后呢 一般来说呢 都不再跳出这个死循环 好 进入这个循环中呢 我们来循环 执行一些事件 比如说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如果第一个键按下了 那我们做一些事情 好 那同样的 如果第二个键按下了 如果第二个键按下 我们干一些事情 等等 如果串口 接收到数据了 uart receive 接收到数据了 好 好 比如说如果串口 接收到数据 接收到数据以后呢 我们做一些事情 好 等等 依次类推 这样的一个系统呢 我们就把它成为一个 前后台系统 那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前后台系统 它呢 是一个形式比较简单的 在may函数中 我们做一些这样的事情 然后在wire1中呢 徐环执行 就OK了 好 这样的系统中呢 应用程序呢 它是一个无线的徐环 比如说我们这wire1 它就是一个无线徐环 在徐环过程中呢 来调用相应的一些函数 执行相应的功能 好 这一部分呢 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个 后台行为 在我们这个前后台系统中 中段一部程序呢 来处理一些 与时间性比较 关键性比较强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串口的接收 一般来说 我们知道啊 像串口接收这个呢 是对时序要求比较高的 要是对时间的要求呢 比较强 所以说我们对串口的接收呢 只能用中段服务函数来实现 好 也就是中段服务程序呢 处理一部时间 这样的行为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后台行为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个前后台 这两个词就出来了 什么叫做前台行为呢 好 前台行为呢 就是我们这个中段一部世界 来处理的这个事情 就叫做前台 那什么是后台呢 好 我们的死循环 外循环处理的这样的一个 就叫做后台行为 后台呢 有时候也叫做日务级行为 就说他处理的是一些日务 前台呢 有的时候也叫做中段级日务 好 他处理的是一个中段级的日务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 多日务系统 那我们了解了这个前后台系统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多日务与前后台有什么区别 好 那什么是这个多日务系统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知道啊 前后台系统呢 就像刚刚我们写的一样有一个may函数 好 那么多日务系统呢 我们可以认为呢 他有多个may函数 好 那怎么会有多个may函数呢 我给大家写个例子 好 就像这样的 我第一个有一个itmay 在这个may函数中呢 我干一件事情 干什么呢 比如说LED灯的初始化 然后呢 接下来我就执行与LED相关的一个事情 wire1 然后呢 执行与LED相关的 同样我再写一个may函数 比如说 有另外一个may函数 好 在这里面呢 我执行窜口 与窜口有关的 在这个may函数里面执行 好 那这样的系统呢 就被成为一个多日务系统 也就是说 在一个系统中呢 有两个may函数 或者说类似may函数 这样功能的函数啊 但实际上呢 它并不是两个may函数 在这我们要注意一下 只不过就是两个 类似may函数的功能的函数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在一个系统中 有这样两个may函数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个may函数处理LED 这个may函数处理由串口 那这样的话呢 这样的一个系统 被成为一个多日务系统 那到这样的话呢 会出现一个位题 什么样的位题呢 那多日务系统中 你这两个may函数 我们都知道啊 在may函数中 进入这个wire循环以后 它呢是不能再退出的 那你两个may函数 那怎么在这两个may函数之间 来回切换呢 也就是说 你进入这个may函数以后 那另外一个may函数 是怎么执行呢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说一下 这个操作系统 它对多日务的一个支持 操作系统 对多日务支持的时候呢 它要提出一个概念 叫做调度 好 提出一个概念 叫做调度 好 调度是什么意思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 好 那比如说 还是像刚刚这个例子 有两个may函数 我操作系统呢 首先让第一个may函数 执行 比如说 我首先呢 让你执行一段时间 让你执行 好 它执行一段时间 比如说十毫秒以后 那我接下来呢 把你停掉 把你停掉 让下一个may函数 这个任务来执行 好 你执行一段时间 比如说还是十毫秒以后呢 好 让下一个任务执行 依次类推 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个操作系统呢 就在不同的时间段 来执行了不同的函数功能 当这个时间比较小的时候 那我们人呢 觉得 就说我们自己呢 感觉 感觉什么呢 这个操作系统 不是在一会执行这个 一会执行那个 我们会感觉操作系统呢 是在同一个时刻呢 执行了这个 所有的这个任务 好 那这就是这个 多任务系统的一个执行方法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 看出啊 多任务系统的执行方法呢 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就是呢 给每一个任务 非配一定的时间 时间到了以后 或者说你 自动让出CPU以后 我就去执行下一个任务 好 那这就是多任务操作系统 一个调度方法 好 那了解了这个多任务的系统以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概念 好 在多任务中呢 实现这样一个调度的 这个代码 我们被称为内核 这个内核 什么是内核呢 内核呢 就是操作系统的核心 它实现了一个多任务的调度 那关于内核的调度方法呢 是比较多的 不同的操作系统呢 可能有不同的调度方法 在这里呢 我们就不再详细描述了 下一节课呢 我们会来详细的讲解 内核的一些调度方法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前后台系统和多任务系统的不同 前后台系统的优点 第一个呢 是系统结构简单 其程序的体积很小 占用内核交响 好 我们通过前面 我们可以看到啊 前后台系统呢 就是一个简单的 魅函数 在魅函数中呢 循环调用不同的函数 实现不同的功能 所以说 它的结构呢 比较简单 像一个流水战一样 程序体积呢 一般来说呢 是比较小的 适合于一些黑小 交小的系统 好 因为这个系统比较小 所以说呢 它占用内核呢 就比较小 它并没有多任务系统那样 由于你的应用程序呢 需要占用内核 操作系统呢 也需要占用一部分内核 所以说呢 它相对于多任务系统来说 它这是个很好的特点啊 就是内核 较小 占用内核较小 那这个特点呢 决定它在一些 小内核的设备上呢 非常有用 比如说我们的五一单片机 或者说我们这个内核 比较小的一些设备上 那你就只能用前后台系统了 好 但是另外一个缺点呢 它是对日务 日务的享用时间的不确定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给大家来举一个例子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还是 我们把这个形式给写出来 好 那前面的一些初始化呢 我就不再写了 我们只看这个 wire1徐环中的日务 在wire1中 我们首先第一步 执行 按键扫描 按键扫描 判断是否有按键 有按键了 干什么事情 第二步呢 判断是否串口 接收到数据 uart reserve ok 好 如果串口 接收到数据 干什么事情 好呢 接下来我们来 就以这个为例子 我们来说一下 它的任务相应 比如说这个串口 接收的响应 我们都知道啊 串口数据的接收呢 在中段中实现 当接收到数据以后 我们规定 十个毫秒之内呢 必须把这个数据呢 给处理完毕 好 假设在正常情况下 我们呢 能把这个数据处理完毕 但是 但是什么呢 如果按键没有按下 那它后面这个语句呢 就不会执行 那这个时候 串口处理数据呢 可能需要的时间 比较短一些 假设按键按下了 那我们就开始 执行按键后面的内容 然后串口处理的数据呢 就会由 由于这些代码的执行呢 而被延迟了 好 那从这我们可以看出啊 这个串口 它的任务 这个任务的执行时间呢 非常不确定 受它前面这些任务 以及中段服务程序的限制 那如果我们更改了 主函数中的一些内容 或者说更改了 中段服务函数中的一些内容 那这个串口中的 任务的执行函数呢 就更加不确定了 所以说 这是它的另外一个缺点啊 对任务机 任务的响应时间呢 是非常不确定的 这也是它最大的一个 最大一个缺点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多任务系统 它有哪些优点 那一般来说 前后代系统的缺点 就是它的优点啊 第一个 任务的响应时间呢 是比较确定的 任务响应时间比较确定 好 那它的任务响应时间是 为什么比较确定呢 我们来看一下 好 还是以刚刚为例 多个任务 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什么呢 把LED灯 或者说呢 把按键 把按键和串口 做成两个任务 UART 两个任务 那这个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 和刚刚相比较 刚刚相比较 我们知道 窜口接收到数据 它的处理过程呢 要受控于 受控于什么呢 按键上面的代码执行 以及我们中段 服务函数的执行 那在这里边 我们来看一下 由于你每一个任务 最多时间 都是10毫秒 那也就说 10毫秒到完以后 操作系统呢 会剥夺这个任务的 执行权 而执行下一个任务 那这样的话 窜口 它的执行时间 就不再受控于按键了 而受控于操作系统 非配给它的时间 只要操作系统 非配给它的时间 小于10毫秒 那我们 这个窜口的执行呢 一定可以在 10毫秒内完成 好 那从这我们可以看出啊 操作系统 加上了一个操作系统以后 那某多任务系统呢 对任务的响应时间呢 是比较确定的 好 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 任务的响应时间 比较确定 好 比较及时 程序的结构性能较好 能够处理 比较复杂的系统 那这一点呢 其实也很好理解 好 那我们在处理一个 大的任务的时候呢 我们首先要做的 第一件事情 就是非解 把这个大的任务呢 想办法非解成 多个小的任务 只要我们把这个小的任务 非解好了以后 然后呢 来实现这个小任务的功能 一个小任务的功能实现了 那我们这个大任务呢 就实现了 这就是加入操作系统 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个结构清晰 思路也是比较清晰的 好 但是呢 多任务系统呢 当然也会有它自己的缺点 比如说 优于增加了这个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在执行的过程中呢 它也需要占用一定的内锤 和一定的CPU 那也就是说 我需要来白白耗费CPU 一定的时间 还需要耗费一些内锤 那这样的话 对于一些比较小的系统 比如说我们的8051单片机 可能呢 就不能运行这个 UCOS操作系统了 也就是说 可能它就运行不了操作系统 好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 我们使用操作系统的时候呢 还需要学习操作系统的 一些应用知识 这是我们需要 额外的一些知识 好 本次课程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